大家好 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在5月15号就是前两天 印尼的一家波音74机飞机 在起飞的时候发动机突然起火 后来返回来了 乘客没有受伤 但这个事还是很吓人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模拟飞行 我们去看看视频 这是当时印尼英航的一家 在有468人 原定从印尼飞往沙特阿拉伯的 波音74机400型发动机起火 就短暂的喷火 然后后来就紧急迫降 那么飞机在当地时间晚上5点15 在印尼望加西市的 苏德哈萨尼国际机场就降落了 所有的乘客是安然无恙 那么这个机场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做的这个模拟起飞的视频 这是我们在这个发生事故 就是起飞那个飞机的跑道 做了一个模拟起飞的情况 可以看到周边的视野 还是比较开阔的 那这个机场啊 实际上也是个老机场 说起来呢是很早的历史了 往前追溯的话呢 追溯到1935年 当时呢 是苏拉韦西的这个荷兰殖民政府啊 决定在现在的这个 就是这个苏丹 哈萨努丁国际机场的旧航站楼 修建一个飞行场 那么当时的第一条跑道呢 是1600米长 45米宽 这种草坪跑道啊 当时叫卡丁飞行场 那么到42年二战的时候呢 日本呢 占领了这个印尼这块地坟 然后呢 他用混凝土改装了这个 铺装了这个跑道 起名叫曼代飞行场 那到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呢 荷兰殖民政府啊 就用4000名原来日本政府 蒸发的劳工呢 修建了第二条长 1745米的这个跑道 那这条跑道呢 就是现在的 苏丹哈萨努丁国际机场的旧跑道 一直到1994年底啊 这个哈萨丁机场呢 才被授予国际机场的地位 机场就改名叫 哈萨丁国际机场 那实际上 他这个哈萨丁这个名字啊 就是为了纪念在17世纪啊 反抗荷兰东印度公司 殖民政府的一个 苏丹的名字来命名的 所以呢就叫这么个名字 航线有限啊 他国际机场呢 国内的航线更多可能 最早的国际航线呢 可能就是和马来西亚 新加坡以及沙特阿拉伯 因为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嘛 这是一些基本情况 那看完这个呀 其实我们还是有好奇的 这个视频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短暂的起火 喷了一下火一样 就突然就停了 看就这 那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当然我们不是飞行安全专家 也不了解这方面的 甚至基础的问题 但是我们关心安全 关心事故 关心我们自己的安全 所以呢 我就找了四个小伙伴 ChadGBT For all Cloud Kimi和通一千问 我们找出几个问题 问问他们 看他们是怎么看的 我们先把这个情况的 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基本情况 我们挨个人问一下 我们先问ChadGBT4 我把这个事故的基本情况呢 贴上来 问问他 看他是怎么看的 他先复述了这个情况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现在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了 我们一块来分析一下 是吧 他事故 起火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把这个 当时啊 这个起火前后这个图呢 我截图了 截成三张 起火 火比较大 火又灭了 这三张图 我本来想做动图的啊 可能有的这个人工智能呢 他读不了这个GIF的动图 所以我就做成了三个图片 我们看一下 ChadGBT4 他是怎么来解读的啊 他说从截图上可以看出啊 飞机发动机在短暂的时间内 喷出了火焰 然后很快熄灭 他看懂这个图了 导致的情况可能的原因呢 第一个是燃油系统问题 他认为 发动机啊 可能因为燃油喷射系统故障 而导致燃油在燃烧室内 过多或者过少分射 导致了瞬间的火焰喷出 那第二个呢 是压气机失速 压气机失速啊 是一种发动机 压气机液变气流分离的情况 可能导致燃烧不完全 引起的短暂火焰 那第三个是机械故障了 就发动机内部的机械部件 比如涡轮的叶片 或者压气机的叶片损坏 导致燃烧不稳定 从而产生短暂的火焰 第四个呢 是外部物体吸入 发动机吸入了外部物体 比如鸟类啊碎片啊 导致燃烧室内的燃烧过程不稳定 从而产生火焰 第五呢 就是维护问题 如果发动机在维护过程中 未能妥善的处理某些问题 也可能导致在运行中 出现火焰喷射的现象 他说呀 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种 都可能导致发动机去火 但是具体原因 还需要通过详细的事故调查 和发动机检查才能确定 点个赞啊 应该说 GPT4O它的这个答案 是一个很标准的 教科数式的答案 大概已经把这个印尼银行 发生这个喷火事故的 这个原因都盖住了 他讲的太多 应该是超 跑不了这几点啊 这是 我认为 这个回答 可以打80分 我们看一下Cloud 那么Cloud呢 我们也把这个 事故的这个 概要信息啊 给他考过去 就是这个事故的基本情况 给他复述一下 先让他知道一个背景信息 Cloud呀 就做的就更详细了 他除了简单的干过之外 还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他说啊 发动机起火是民航中 最严重的机械故障之一 威胁到整架飞机 和机上人员的案件 他认为飞行员是处置得当 将飞机迅速降落到最近机场 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值得赞赏 另外介绍了 波音747400 这个宽体客机的情况 他说最多可以载718个人 本次468人的载客量 已经接近比较它的极限 一旦发生严重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事故的原因 还需要调查怎么样的啊 总归来说呢 可以看到Cloud讲的呢 就初步的事故分析 他讲的是更圆润的是吧 我们来干货 我们还是把这几个图片 给它一次上去 这个着火前 然后 我这上了一个图片 好吧 你就开始了 看它怎么分析的 应该上三个啊 Cloud说呢 引擎内部出现 易燃物质 预热源引燃 发动机内部如果有油渍 积碳或者其他易燃杂质积累 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 很容易由于热点引发短暂的热烧 第二个是发动机压气机 涡轮部件的损坏 如果压气机或涡轮液变损坏 也会导致部分燃料未能完全燃烧 这个和ChatGBT4O是一样的啊 第三个是燃油系统故障啊 这个也是类似的 第四个是点火系统故障 第五个是燃烧使温度过高 如果燃烧使过高超过正常值 也可能会导致排气温度 聚增引发局部的火焰喷射 总归来说呀 短暂的火焰喷珠 大多数是发动机的系统的小故障所致 像是燃烧不安全 部件损坏等 一旦持续时间长或强度增大 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发动机气火事故 那这个新闻啊 之所以没有进行大家更多的关注 就是因为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 实际上啊 像这类的小事故 往往是大事故的前奏 我认为Cloud他的这个答案 前后的分析 也能达到80分以上 可以给他打85分 我个人认为 对于我一个飞行外行来说 他给我讲明白了 那我们看一下国产的大约模型KIMI 这是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模型 我们也是把这个基本的信息 先给KIMI 就是这个事故的简单的情况 看他是怎么说的 KIMI说啊 这起事故听起来非常惊心 幸运的是 所有的乘客都安然无恙 飞机紧急迫降 通常发生在严重技术故障 或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 也说这个发动机啊 显示出这个 就是发动机事故之后呢 机组人员还是冷静的 处置了这个不确定的情况 值得点赞 那好了 我们开始给他上干货 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可能的发动机器或原因 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啊 把这几个图片给他加上去 上图片 第一个图片 然后第二个图片 刚才Cloud呀 实际上只看了一个图片 有点不太公平 是吧 这次呢 我们给Kimi呢 也看到了 请删住异常文件再发送 啊 这个Kimi啊 上图片呢 他只 只认为 有采集价值的图片 他在要 没有采集价值的 他不看 看来Kimi的读图 还是有问题的啊 没关系 那我们也得讲了 短暂的期货事件截图 很快 很快降落 是吧 还是怎么分析的啊 那么Kimi呢 是经过搜索之后 生成一个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机械过障 第二个燃油泄漏 第三个是外来物损伤 第四是电机问题 第五是维护不当 哎 也比较全面 但是啊 呃 就是详细分析上 还是差强人意的 显得 不像一个专业人士 给我们讲的 啊 这个我觉得呢 他起码也及格了 65分我觉得是可以打的 啊 65分我觉得可以打的 你们觉得呢 咱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我们再看一下 通议签问 他是怎么说的啊 我们还是把这个 基本事故的分析啊 先告诉通议签问啊 看看通议是怎么说的啊 先把这个 基本事故的分析 我贴上来 我就不打字了 他首先核实 他说 您提到的事件 确实发生了 根据相关信息 印尼英行的一架 波音747飞机啊 发生怎么怎么样的 哎 然后呢 他对这个新闻 进行了补充 提到了印尼英行的CEO 伊尔凡塞提亚普特拉 对这个事件表示啊 哎 他们做出了 及时想要等等等等 哎 应该说呢 通议签问 在这个新闻方面 在这个消息的 宽度方面 太给我扩展了 哎 在这一点来说 比刚才那三位都强 因为通议签问呢 他是实时联网的啊 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不是这个新闻 而是事故的原因 所以我们继续看 那当然 这个也是可以上传图片的 我们把这三个图片 还是依次上传 看他能不能读懂 这个图片 第二张图片 只能上上一张吗 咱不支持上传统水平 那好吧 就一张吧 我们看这一张图片 同一千文 能分析出什么来 看来我没做 这个GIF动画是对的 如果做这个GIF动画的话呢 可能他们都读不了 只有ChapGPT4O能读 可能 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 我这上传一下 好 这张图就显示了 飞机在起飞过程中 出现短暂的火焰 这种情况 可能有多种因素引起的 第一 发动机故障 发动机内部 可能出现问题 导致燃油不正常 燃烧和泄漏 第二 燃油系统问题 燃油供应系统 可能存在堵塞泄漏 或其他问题 导致燃油不能正确 进入燃烧室 第三是引擎过热 还提到引擎过热了 但是这是起飞的时候 第四是飞行员操作失误 可能错误的调整了参数 如推力 设置飞行状态 导致燃烧空气 这个发动机操作失误 是其他三个没有提过的 第四个是 第五个是外部环境影响 阶段天气条件 第六个是设备故障 第七个是摄像机拍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 这幅图像 可能是由于摄像机的拍摄角度 和光线反射造成的视觉错误 看起来像是有火焰 你应该说 通议签问脑洞是非常大的 但是就我们已经给他提供的信息 包括他自己搜索到的信息 结合到一块 他这里边有几个答案 是不必要提出来的 有点过于思路宽了 那考虑到的 通议签问对于第一个消息的扩展 以后边回答来说 我觉得通议签问比Kimi是稍微强一点 也不能说稍微强一点 应该说他给了有一些无用的答案 我觉得也能打65分 70分是有点困难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就是这三个AI伙伴 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来说 应该说Cloud和ChatGPT还是领先的 应该说ChatGPT还是比较专业 Cloud也比较全面 Kimi和通议签问 也不是太差 也基本上可以用 但是专业性上显得不是很足 这就是关于 印尼的航班起火 我们做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包括它的位置 它出现事故的情况等等 实际上在印尼这个机场 过去还是发生过大大小小不少事故 比如在2006年的12月24号 圣诞节前 印尼狮子航空的一架支飞雅加达 到这个汪加西航线的 博弈737-400 在着陆这个苏丹哈萨尼国机场 就冲出了跑道 好在是乘客没有受到大的损伤 就受到了惊吓 到了2011年的12月的29号 还是12月 那么在封翼航空的一个迈道巴尔 在跑道上起飞的时候 突然爆胎 驾驶员控入了飞机 这个乘客呢 也没有大的问题 在2014年的9月25号 那三伏机航空的一个波音737 在这个苏丹哈萨尼国机机场 这个着陆的时候呢 四个轮胎爆裂 但是没有这些伤亡 到2015年的10月2号 印尼新航的一个7503班机啊 载有10人的这个双水塔飞机 从马桑巴起飞后失联 车上的这个机上的这个 7个乘客呀都遇难了 2016年8月15号呢 这个苏丹哈萨尼国机机场的 老韩纳楼休息室发生火灾 因为是凌晨发生的火灾 所以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后来到2017年的3月3号 还发生过一个乘客的恶意的炸弹恐吓 导致了航班延误6个小时 这就是啊 印尼的这个苏丹哈萨尼机场的一个基本情况 以及这次的发动机起火的一个情况 大家介绍 那么飞行安全啊 确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 但是我们往往还是很无奈的 我们多少了解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和知识 也许呢 能在关键时候呢 对我们有所 这个 了解啊 会有所补充对我们的这个形成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